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鸿鱼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2月26号 礼拜三 台股在今天一样开低 因为美国股市在昨天一样是中错的 美国股市两天已经跌掉1900点 美股在反映什么 它其实有点补跌 反映欧洲疫情的扩散 之前疫情只在亚洲国家 所以美国股市还能够创新高 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扩散到了欧洲 所以造成美国股市在这两天是中错的 前一天跌了1000点 昨天又跌了800多点 快1900点 这个有点补跌的味道 在我看来它们是有点补跌 因为之前一在创新高 之前一在创新高 所以有补跌 之前我们是武汉肺炎的时候 它们是小跌之后就涨回去 但目前看起来是跌下来 所以它的一个跌下来就会影响到台股的一个变动 因为台股就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台股的表现 在昨天我们还可以开低走高 拉回到品牌上 今天就不行了 今天的卖压应该更重了 因为我们的成交量有1700多亿 那我们有1760亿的成交量 因为你从昨天来看 昨天成交量还没那么大 我们可以拉的回去的话 是因为我们成交量还没那么大 可以推回去 我们昨天小涨5点 但今天呢 卖压更重了 卖压更重的原因 就是外资啊 撤退嘛 好 最近这两天外资是站在卖方 而且是撤退的 原因就在于 他们会卖一些全资股 然后呢 那个量就会放大 那我们在探讨这些股票的时候 我们通常用量的角度 去看你卖压解决没有 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看好了 之前这个地方 是 就是 散户啦 就应该说市场 这个台 我们台股的投资人自己 自己的恐慌 好 打到1138嘛 好 这个地方的恐慌 我们也是看那个量 有没有缩下来 最好缩到21G量之内 那现阶段呢 之前是散户恐慌 现在变成 外资恐慌 那我刚才谈到 我说 因为之前是 只有局限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只局限在亚洲 所以欧美国家 并没有出现什么 太严重的一个 这个状况 但现在看起来 开始严重 伊朗 意大利 都非常严重 所以相对来讲 就变成 欧美国家的 这一部分的投资人开始恐慌 好 之前是我们恐慌 好 这一段是我们恐慌 这一段变成 这个欧美国家 开始恐慌 美股开始恐慌 好 外资的恐慌 会造成 他的卖超动作会放大 所以我们就看 那个成交量 今天1700多亿 就看看明天的量 会不会缩一下 这个低点已经 虽然有大手在护 这个半年线 但基本上没有用 你要看外资的卖压 你外资卖压没有结束之前 那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希望明天的量缩下来 缩回到21均量 那个时候的下影线会比较有效 好 那个时候的下影线会比较有效 这是外资在卖 那不过呢 今天我看一下新台币的走势 外资虽然站在卖方 好像并没有再汇出去 来 我们看一下台币的走势 好 今天新台币是升值的 在平板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 这两天是外资卖 然后把资金汇出去 好 昨天外资卖 台币已经开始在升值了 好 今天外资应该站在卖方 台币还在升值 往下是升值 往上是贬值 好 也就是说 这两天卖的资金呢 没有再汇出去了 没有汇出去 也就代表的 其实现在只是 法人的外资 法人的恐慌 然后呢 parking在台股这边 他们在等什么 等拉回的机会 等拉回的机会 所以呢 我明示强调的关键点 我一直跟各位谈 我说股价涨再高 到最后一定要 获利下车才行嘛 所以我们带各位看一个产业 你就知道 昨天 被动元件找牌很强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国据说 N秒CC涨价5成之后 它说 晶片电子要涨价7到8成 昨天很多人就去追国据了 国据的高点在498 今天的国据跌零板 砰 打到跌零 打到跌零 今天最低来到437 昨天最高498 一个差距差了50块 被动元件的涨价 我之前有跟各位谈过 你到时候回来看我们的一个选股逻辑 好 国据 它说 即N秒CC涨价5成3月份 下个月1号开始 N秒CC涨价5成之外 晶片电子还要涨价7到8成 这是昨天国据创新高的原因 国据创新高 冲到498 但是成交已经开始放大 今天量更大 我会跟你谈过 那个3万张成交量 代表中线筹码松动 今天已经来到33426张 一根长黑棒杀下来 昨天因为消息面 看到消息面而去追高的投资朋友 一天损失10个百分点 10个百分点就是大概四五十块 我为什么要去谈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点 其实被动元件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因为很多会员在问 我们可不可以去买被动元件 我买国据的时候什么时候买的 230 去年的9月2号 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我是买来这一天 它的低点是203 我买来这一天230 整理三周之后开始往上涨 这一段我称之为急 它一口气涨到317 这一段的急是拉开成本 主力拉开成本 后面缓缓的冲上去这一段 这一段是换手 主力什么 让散户换手 最后会有个急冲段 它的急冲做得很短 做得很短 利多消息一堆 在这个阶段利多消息是不是一堆 很多人就很兴奋的 要在这边去买股票 一下说Nmcc涨价三成 后来又传出Nmcc涨价五成 那涨价五成 最后还传出什么 到昨天还传出 晶片电子涨价七到八成 这些利多 我们回头想一件事情 国据是从203涨到498 它涨了多少 涨了1.45倍 好 涨了1.45倍的国据 但外资为什么它会往上走 那外资调高目标价都600 不然你怎么会去追498 又涨价外资又调高目标价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那些外资啊 当时国据打下来的时候 它看到150块 在去年我在买的时候 还有会员跟我讲 老师 我们230块买国据到底对不对啊 因为有外资报告看到 国据只值145块 而这个外资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外资 这个外资好像现在看600 这个外资现在看600 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 越到底部的时候 它越恐慌 外资报告下修 好 一片看不到未来 记不记得这个地方我在买的时候 我当时有跟各位谈过 我说 陈董告诉我们 好 被动原件 黑暗 隧道黑暗 看不到尽头 被动原件 这个要保守到今年 这是去年在讲 那我没有告诉你 被动原件的库存调整 在第三季末会占高一段落 有吗 我在奉行我的一个做法 我买在230 我买在230 当时市场一片悲观 一片悲观 然后股价就上来 一路上来 上来到最近市场一片乐观 好 开市场价了 你不是告诉我们 去年你在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 你跟我讲 隧道看不到尽头吗 我有没有跟各位谈过 这个 有些人讲的话 你连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 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好 我有跟各位谈 有些人讲的话 你要标点符号都不要相信 好 现在呢 涨再多利多有用吗 我已经涨多久了 我们不谈9月份的盘整期 我们从10月份开始涨 10 11 12 12 12 总共涨了5个月 涨了快2个季度 涨了快2个季度 股价涨了1.45倍之后 然后利多消息一大堆 我当然强调一点 我说 这根长黑不见得会把国局马上打结束 不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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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厉害了 这个阻力太厉害了 不见得会打结束 但一定会在高档震荡做投 就是你还要做的话 你可以抢短我们一键 但是呢 它可能开始进行要做投 因为它会比你更想出 它会比你更想出 所以被动元件不用再谈了 涨了2个季度的被动元件 涨幅已经高达1.45倍的被动元件不用再谈了 真的不用再谈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个地方 它没有能耐再往上走的一个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就是我刚才谈到 它的波段涨幅已经高达1.45倍 第二个 它的一个 涨的时间 已经接近5个月 接近2个季度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 它的可用之兵没有了 譬如说 国具做什么 它是三分之二 Nmcc 营收的一个概况 营营动 三分之一在晶片电阻 它现在Nmcc也涨价 晶片电阻也涨价 它还有什么 有啦 就你在并购 你在并购会有一个题材 好 除了这之外 其实国具已经没有 可用之兵已经没有了 这次被动元件 从Nmcc晶片电阻 到什么 电感都在涨价 好 那也就是说一件事情 我先强调一点 虽然国具未必马上结束 但一定是开始震荡 所以 基本上 不用再考虑这个族群了 不用再考虑这个族群 那你就会 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点 为什么会坚持 我其实选股原则很简单 我坚持在低档 低估值 低位接去选股 因为我就要避开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的一个调整 如果我带会员士去追逐股票的 你很容易在某些股票当中 你会套在高点 对吧 你很容易在某些股票当中 会套在高点 即使你现在还没有结束 就跟我刚才谈到 国具可能还会这样 但你也没什么太大利润 对吧 加登是这样 利基也是这样 最高冲到255 涨得回去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做 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不要讲别人的股票 讲我们自己的股票 我们看一下3529的例外 我当时210块买的 我一路买到280 你看看我的一个操作方法 看适不适合你 我当时在210块买 一路买到280 到这个阶段我还在买 最后喷出去之后 这张要170万 我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最高冲到410 如果你到400块以上 再去追 那就这样 到现在还在等解套 你在380以上追的话 你还在等解套 这一次谈上来也没有卖 现在在等解套 利网好不好 利网很好 所以我还保留210块的基本仓 我在这边的基本仓 我没有卖 我在260 280的买的 我全部都卖掉 我只保留210的基本仓 同样的M31也一样 对吧 M31也一样 我在去年6月中 去买280块去买M31 结果冲到380以上 我开始调 可是如果你买在380的M31 现在在320以下 我在最近在接 我在这个位置在接 你自己想想 你要接这边 还是接这边 还是跟我一样 接这边 卖这边 接这边 M31好不好 M31好都不行 好的不得了 有人跟我讲 老师那个M31没有量 对啊 没有量代表什么 投信卖的已经差不多了 最近都投信在那买房 同样的 我们再看看群联 我卖掉一半的群联 343卖掉一半的群联 我为什么可以卖 因为我买在280 我买在这个位置 我买在200 我买在280 买在这个位置 没错 我买在280 然后呢 冲上去之后 煞回来 再上来 我调一半 我为什么可以调 因为我买在280 我买在280 你买在360 你再等几套 我常说 其实你会发现 我很坚持一件事情 我希望买在低电 我希望买在280的群联 我希望买在什么 280的M31 我希望买在280的力旺 我希望买在相对的低档 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不是我买国具的时候是230 如果你买国具是430的话 你现在怎么 开始开高档震荡 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 有些股票 我们希望在低档去做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的是 我持有可以长期一点 就像我今天 安晴 涨了1.5个百分点 这档个股呢 我50块买的 我83块调了一半 77块接回来 然后77块接回来的部分 82块半再调一半 好 我50块的成本持股续报 到今天来到85.5 我是不是赚7成 我们不要谈价差 我价差是对的 我做了这个两次价差是对的 不谈价差我赚了7成 这还是涨得回来的股票 如果你买在90块 好啊 经过大半年的调整之后 跌到68你会吓坏 对吧 然后假设你都没有卖 恭喜你 你只是回来等解套而已 可是如果你买在50块呢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些观念 安晴好不好 安晴好到不行 医院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他的医院营收 为什么创下历史新高 因为安晴去年接到了欧洲医疗伺服器的一个长单 5年的长单 而这个长单去年是接单 今年出货 所以今年的获利肯定比去年更好 去年我们预估可以赚到5块钱 那今年的获利我们可能有机会挑战7块钱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有些股票即使它再好 你短期追太高 一样要受伤啊 买在低档才能利于不败吗 安晴是这样 今天我们安晴是逆势飘红 逆势收红 我还有一档逆势收红 我的瑞云在今天逆势收红 虽然不是很厉害 因为今天很多股票大跌 所以我的股票能够逆势收红 我觉得很棒 那我为什么买瑞云 1月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部分 瑞云做的产品 在国内没有人跟它相同的 所以它是台湾唯一 它做的叫做静电锡盘 而这个静电锡盘 它具备高技术门槛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它的大客户 它的大客户是谁 大客户叫做台积电 美商应材 三安光电 中国的 然后呢 艾斯摩尔 不管是美商应材 或者艾斯摩尔 它们都有做什么 做半导体的EUV 叫机制外光 所以呢 瑞云会相对来讲 我认为它的稳定度高 你看一下瑞云的部分 好 你看一下它的一个财报 你就知道很清楚 它在前年度大概赚3.4到3.5 去年我们预估大概3块钱 稍微弱一点 但今年呢 又会回到3.5以上 如果又会回到3.5以上 现阶段的股价走势 虽然它并不是很稳 但它沿着月线再往上走高 沿着月线再往上走高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要了解这个概念 再来 再来 我们再谈另外一个东西 它的获利是稳定的 它不像有些公司可能突然很赚钱 然后呢 出货完毕之后就不赚钱 有没有 有啊 有一支股票叫做 汉逊 6150 汉逊今天涨2%厉不厉害 非常厉害 对吧 很多人会觉得很厉害 我来带你看一下 我先告诉你 汉逊的高点 叫做420 它的高点叫做420 好 一口气跌到剩下40.2 从420 直接崩盘到40.2 最近在560块晃 而60块啊 还太贵 好 60块的汉逊 还太贵 我带各位看哦 你看清楚 好 107年前年的第一个季度 它赚了9.26元 厉害吧 非常厉害 不这么厉害 你怎么会追到420 很多人认为说 一个季度可以赚将近10块钱 4个季度可以赚40块 40块 400块的股票 比比只有10倍 很多人的判断是这样 对哦 但是呢 420之后 股价掉下来 第二季变成赚0.33 还给你客气一点来赚钱 后面全部亏损 后面全部亏损 那我问各位 到现在还在亏损的公司 60块会不会太贵 太贵了 对吧 太贵了嘛 可是你当初在追420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了解一个概念 有些股票可以做 有些股票真的不要碰 不诚信的公司不要碰 再好的股票位阶太高了 不要碰 我宁可买低位阶 一定有嘛 只是你没有往这边去选啊 像我昨天选了一档 我不是告诉你吗 我昨天买进了一档 叫做这个高值利率的IC设计股 我把它取名叫阳光男孩 我今天除了安晴 一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他的位 这个相对来讲今天可以收红 我赚7成了 然后呢 瑞云一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那昨天布局的这一档 阳光男孩 今天呢 逆势收红 没有很高 涨一点一点 但今天大盘大跌 他的殖利率高达7.5% 我们在买这些股票过程当中 我自然知道 我买进去我可以安全嘛 所以我常在讲说 很多人在想说 杨老师你为什么那么坚持 你看哦 我用663M31为例 你为什么那么坚持 我们在380卖掉M31之后 有人问我说 打回350可不可以接 我说不行 对 就是不行嘛 打回这个位置之后 330 340 我说不行 可是你跌到320以下 我就行了 对吧 我就可以了 我愿意接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嘛 我很坚持啊 我坚持在低估值 低位阶里面去找机会 而不是在高估值高位阶里面找机会啊 所以当初的群联 一样啊 从340几杀回来之后 280我才开始进来嘛 我不会在360 350再去追啊 现在我是准备获利下车 如果你每一个焦点 都是低档去接 高档去出 我问各位 你会不会利于不败之地 今天武汉肺炎疫情一样在扩散 但未来可控 我所谓未来可控就是 如果根据经验 不管是SARS或MERS 它都到了夏天之后就销声匿迹 所以我们认为 未来可控的状况之下的话 你现在该关注的 并不是疫情的扩散 而是什么 而是有哪些好公司 是被错杀杀下来的 我这些公司 我会带你来接 先接受看 每天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 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试评估并自不投资风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